老婆回答1000个油管问题 我们看看今天这个同学的提问 他说老婆你好 可以通过喜马拉雅上的音频 免费的会员的收费的 转成视频以后发到油管上面吗 是不是会有版权问题 简单的回答一句话 有版权问题 如果你对你所使用的特定的素材 你不确定的话 你应该假设它是有版权问题 这样子就不会错 在这里方我要讲清楚两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免费和版权 或者是讲你已经付过费了 我就可以使用它 这是完全不同的几个概念 首先一个东西 如果它失去了版权的保护 比如说过期了 版权过期了进入公共领域 这个时候它就是免费的 反过来一个东西是免费的 并不等于讲它不受版权保护 像知识工想这种许可 它就是受版权保护 但是版权人放弃了赚钱这个权利 在特定的情况下 让你们免费使用 不需要预先取得特别许可 还有就是你在一个素材网站上面付费了 买了一个服务 比如说QQ音乐 网易云音乐 苹果音乐等等 你只有特定的使用权限 比如说在线或者离线的 这样一个播放或者收听 你并没有其他的使用 这个内容进行再次创作 甚至你连分享的权利都没有 对吧 更不要讲改编 或者是把它制作成其他的形式来牟利 所以像喜马拉雅这样一些音频分享的网站上面 充斥着大量的侵犯版权的内容 比如说很多人就从别地方找来的 演讲评书 他上传上去 这些东西你可以讲 这个上传的人 他讲不需要钱 你愿意下载 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就像油管上面 很多人上传一个视频讲 这是知识共享的 其实他并不拥有这个版权 他不能讲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以知识共享的方式分享出来 然后从此以后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的使用它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 对吧 所以喜马拉雅上面 不管你是付费的 或者是不付费的 假定情况你不清楚 你都认为它应该是有版权的 所以不要去使用它 用这种方式去收集一些免费的资源 或者是付一点点钱 买一个会员里头的资源 或者是特定的交一点点费用 这种方式获得的素材 想来做成其他的内容 发布赚钱 这都是不正确的这种操作方法 默认情况下 如果你不了解更多的细节 这都是侵权的行为 所以大家应该避免这种操作方式 好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 如果你有问题的 欢迎提问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